在每个人的心目中,可能都会有着一个明星梦 毕竟一旦成名,不仅能够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还会受到众多粉丝的热捧 赚钱也比普通老百姓轻松了不知道多少倍 在娱乐圈中成名的人很多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渐渐地淡出了大家的视线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部分明星的生活境况吧 大家好,这里是一只嘻嘻力 今天为大家详细盘点一下娱乐圈五位明星的情史和境况 1.蔡英文 蔡英文虽然出身富裕之家,但她长相频繁 再加上母亲在家中地位低下 所以并不受父亲蔡杰生的重视 有人说她是蔡杰生11个孩子中资质最平庸的一个 据台湾知名作家李建南爆料 蔡英文300页的博士论文中竟有480处错误 其中大段大段的复制粘贴,毫无新意的观点 更是被知名学者称为简贴式论文 学业不怎么样的她,感情也并不顺遂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蔡英文交往了一个男孩 但后来这个男孩登山时出了意外,不幸离世 后来蔡英文去了英国求学 在这期间她遇上了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男人 很快她就沦陷了 两人在校外同居 但那个男人就是一个小白脸 同时和几个女人保持着关系 而且花女人的钱 蔡英文的那点生活费根本不够花 她不敢向家里面要钱 只得出去打零工 突然有一天蔡英文知道了 男人一直以来都在欺骗自己 于是二人便分手了 再后来蔡英文踏入政坛如鱼得水 一步步高升,成为了台湾的领导人 1994年,蔡英文又和一个已婚政客搞在了一起 两人一度同居并经营小家庭 但很快,对方的老婆就找上门来 于是两人不得不分开 据媒体传言 蔡英文曾和这个男人生下私生子 并交给别人抚养 但并没有证实 而后来又有人说 60多岁的蔡英文至今未婚 可能是因为她的取向有问题 据说她与自己的手下唐凤关系非同一般 两人外出时曾经成双入队 唐凤也因此被称为蔡英文女孩 经过几段感情经历的蔡英文 或许是因为压力太大 再加上民进党的败选 不久前,蔡英文辞去了领导人的职位 并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败选检讨的声明 二,杨丽花 国宝级歌仔戏小生杨丽花 在1983年事业如日中天时 嫁给了骨科名医洪文洞 在当年轰动一时 当时甚至传出她为了照顾另一半的四个小孩 甘愿不生孩子,专心当后妈 据悉,杨丽花和洪文洞爱情长保11年 结婚多年总给人婚姻美满的印象 但后来却传出男方一分一好的家产 都不愿分给她 让她相当心寒分居了 除了金钱问题 她过去上节目时就曾透露 老公不是有点花,而是很花心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洪文洞身边不乏女人环绕 婚前她曾和最美丽的主持人白嘉丽 一度论己婚嫁 2009年她还被拍到和一名女子在庙口约会吃饭 但当时杨丽花力挺丈夫 让身边的好友看了非常心疼 前不久,杨丽花丈夫洪文洞 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 享年80岁 虽说两人携手走过35年 可去世的王夫留给杨丽花的 却是来自私生子徐国章的一堆官司 据悉该私生子是洪文洞生前和一位女子所生 为了认阻归宗 徐国章还把洪文洞告了 尽管如此 丈夫离世后 杨丽花还是忍着悲痛 感谢外界的关心 并且顺从着丈夫的遗愿 低调把礼后事 但是杨丽花与王夫私生子的纠葛 反而因为丈夫洪文洞的趣事越来越深 在杨丽花开放外界调宴时 洪文洞的非婚生子徐国章也现身灵堂 可财经们就被巨台阻拦 表示祭奠名单上没有他 只停留不到两分钟就被洪家请离 徐国章和洪文洞的官司 依沈士林地院判决 徐国章为洪文洞亲生儿子胜诉 但是生前却遭到洪文洞抗议 重新上诉高等法院 此前正出于上诉二审中 而现如今随着洪文洞的趣事 洪家阻止徐国章上香 就可以看出洪家的态度 不久前 57岁资深艺人杨秀慧 在社交平台晒出他与好友白云的合照 并且大方卸下 我们在一起了 恭喜我们吧 还附上甜蜜搂摇的照片 惊人的发言瞬间引发网友关注 当时杨秀慧公开晒文与白云交往 脱单文不过一晚就狂吸八万赞 而因为同框照中 两人表情差异很大 杨秀慧笑得甜 白云则是面露迥样 惹得万老师过于情 也耐不住好奇追问 白云哥的表情怎么回事 结果调出白云本人回应说 出事了啦 小贤接着道恭喜 白云则回应 最近大家心情不是很好 重喜重喜 接连两度轻悔的答案 被认为是认了与杨秀慧的关系 不知杨秀慧晒文 白云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贴出好友群组对话截图 讨论这件事 女星江永齐因此留言说 哥 大家都关心您啊 聘金准备好了吗 白云惊喜回应说 女方要12万台币 准备好了 我会通知你们的了 竟直接拉进度条 到结婚的阶段 再先热议 对于白云跟杨秀慧 成了恋人关系一事 外界无不感的震惊 但也是乐观其成 送上满满的祝福 知乎是天大的喜事 当时还惊动了 立法院副院长留言说 天哪 认真的吗 但后来杨秀慧表示 两人只是好朋友 闹着玩的 不会走到结婚那一步 杨秀慧与白云 时常被凑作堆 可以称为荧幕CP 自从两人宣布 有在一起的这层关系后 就不时在综艺节目上合体 吴宗宪甚至拱他们结婚 不久前 杨秀慧又晒出了一张 爸妈与白云的合照 写下 你看来提亲了吧 网友健壮也马上在留言处 耍一排恭喜 照片中 杨秀慧和白云两人手笔爱心 四人开心合影 有趣的互动看来相当文心 四 蔡幸娟 凭借出色的嗓音 蔡幸娟年仅14岁 就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夏之旅 靠着柔美的唱腔 她这张专辑一经推出 就超越正当红的凤飞飞的 就是溜溜的她 并且霸占综艺100金曲榜 冠军长达半年 由此蔡幸娟以炮而红 各种赞誉接踵而来 很多人认为 她的声线与邓丽君非常接近 后来她陆续推出了乡村路上 小百合等专辑 掌掌打卖 事业上闯出一番名堂后 蔡幸娟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 因为儿时太过贫困的生活 和不幸的经历 让她希望可以通过婚姻 而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用再那么辛苦打拼 可以让自己的下一代 无忧无虑的长大 不要再补自己的后尘 于是很快她受到了一位 服装商人的垂青 两人随即走到了一起 就在蔡幸娟满心欢喜 期待可以进入自己的婚姻生活时 对方却转头娶了别人 这件事给蔡幸娟很大的打击 让她一度对感情失去了信心 后来在内地演出时 她结识了同样来自台湾的电视制作人谢孔中 也正是对方的帮忙 才让她买到了一张从安徽到长沙的机票 身在异乡能够得到帮助 这让蔡幸娟倍感温暖 而回到台湾后 谢孔中亲自到演唱会给蔡幸娟捧场 两人的感情发展迅速 并且在四年后在国外举行了婚礼 生活中的两人相处融洽很少红脸 两人都是那种性格温和的人 但就是这么幸福的一对 却因为距离感情简单 最终两人和平分手 分手后的蔡幸娟虽然年过50 但不乏追求着 之前有媒体爆料 台宿小王子王温尧 就曾经与她过从甚密 两人曾被媒体拍到 在情人节当天密会 但显然 两人对这段感情一直很低调 小心翼翼的保护 但足以看出蔡幸娟依然魅力十足 5.黄西田 现年70多岁的黄西田 一直是行脚节目 草地状元的代名词 20多年来走遍各地 寻访各行业的状元 出外景已经是她生活中的一部分 21年以来 风雨无阻 从来没有请过假 但不久前 黄西田突然感到喉咙不适 确诊瘟疫 自嘲赶上这波流行 虽然身体无大碍 但就怕原定的外景节目开天窗 跟制作单位协调后 决定请女儿黄露瑶 独挑大梁代班主持 黄西田除了为女儿感到骄傲之外 还特地视讯叮咛说 千万不能砸了这块招牌 黄西田说 这次确诊就像感冒一样 先前喉咙痛 但第三天就比较好了 他还说 应该是因为主持草地状元 又常常跑户外活络筋骨 所以复原的比较快 请忠视观众们不用担心 其实敬业的黄西田 一路走来十分不容易 当初黄西田曾因投资失利 欠下五千万元 若换算成现在的币值 大约是三亿元 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还债之路 有工作就接 常常是薪水还微入口袋 就已经被黑衣人预定 当时 竟连孕期四个月的老婆陈静子 都得在舞台上再歌再舞 赚取生活费 两人的患难与共 也能看得出夫妻俩间谍情深 而女儿黄罗瑶也在 那些年那些歌节目透露 其实新二代的身份 成为了他无形的枷锁 他在演绎路上 不想跟爸爸有过多的交集 起初刻意隐瞒身份背景 甚至匿名去参加选秀节目 试镜等 不希望新二代的身份 被多做讨论 可见黄罗瑶也是一个 有自己想法 独立又自主的女性 期待她以后 能在梦想的道路上 大放异彩 其实明星也不过只是普通人 有时候并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 或是那么容易赚钱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处 想要获得成功 还是需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走向自己想要的舞台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大家有什么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踊跃发言 别忘了点赞分享哦 我们下期待会讨论区踊跃发言 我们下期待会讨论区踊跃发言 我们下期待会讨论区踊跃发言